有一次他跟东亚大帝建议 他听说地狱里的泡落的刑罚了 太残酷了 这就是用这个贴的柱子 把贴柱烧红了 让人抱着这个柱子 这个刑罚 他说这个很不人道 能不能把它废除 东亚大帝听了之后 他说你先去看一看 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看 走了很久到了 小鬼告诉他到了 他说就在前面 他看不到 这个时候恍然大悟 因为他也是佛教徒 是佛门弟子 就你马上就想到了 这是受罪的人 自己的业力变现出来 与银路王没关系 不是银路王设计 也不是这个神设计的 也不是菩萨 都不相干 是你自己业力变现 就自作自受 没有这个业力的 看都看不到 才晓得这么一种事 叫不可救 救啊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 张太年老句是有慈悲心的 希望这些刑法废除 一看就晓得了 这是没有法子废除 除非你自己心里头 回头是岸 真正忏悔 改过自新 这个境界就不见了 啊 但是在受罪的人呢 太苦了 把那个忏悔也忘掉了 问题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的善根深厚的人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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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